我们也应该 对 我们也应该好好感谢一下房店长 这个事情 就真的 我觉得这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的个性其实 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的经营理念 也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你总是会 很让着我 然后很包容 很 真的就是很尊重我的想法 就这个我就觉得 还是挺安慰的 对 然后 这个相处的过程也 其实也感受到你更多 之前我 没有那么知道的优点 就是你的 大度 你的大方 然后你的 你别这么说 你这么说我哭了 真的真的真的 我觉得大家都是这个感受的 你有你的温暖 你的善良 然后你的 纤细体贴 就是 就像你说的 你就是在 扶持着大家 你是我们的一个大家长 我觉得这个都 真的很感谢 我是真心希望大家 对 然后 就希望你就一定要 继续把中餐厅经营下去 把我们的美式文化 继续地发扬光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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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张先生 其实每一次 说实话 过程是很难来的 刚刚孟陈已经说了 我知道大家非常累 每人知道 你们要来参加节目的时候 我内心其实真的好想问你们这句话 你们确定吗 你们知道周南丁有多累吗 我每一次都跟大家说 有洗不完的碗 刷不完的盘子 干不完的活 大家都不相信 真的来了之后大家才发现 这是真的 对不对 可是 这也是这个节目的魅力所在 就当一个人真正地累到 极致 干活干到极致之后 其实自然而然会 产生出不同的化学反应出来 这个时候的大家 其实也会变得更加亲密 所以这也是中餐厅的魅力所在 然后 真心地感谢每一位人 因为中餐厅第七季 每一位的到来 每一位的加入 每一位的努力 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 总而言之 结束了 二十一天 谢谢大家了 谢谢你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不管怎么样 未来我们还是会再见的 好不好 好 如果有这个荣幸 希望 下次中餐厅 还能再见到大家 谢谢大家 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了